雨菲最后一次跟马云打已经三年前了 对 今天跟她打觉得有什么差别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因为她虽然这三年里可能有一些严重的伤病 但是她现在恢复的很好 在场上也就是跑动 就是我觉得完全没有受到她伤病的影响 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对 因为她就是运动员可能最怕的就是一些比较严重的伤病 然后她两个膝盖就是都受伤 然后再复出 然后打到现在这样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 也给我很多很多困难 其实就是在场上也非常艰难 OK 这些赢球有关切在哪里 我觉得就是坚定的信心吧 就是不轻易的去就是 就一直在跟她抗衡 因为刚才有些球员提到这些球其实有一点慢 因为严重 所以消耗体力会比较大 对对对对 你有这方面的感想吗 对 因为可能第一天风确实很大 然后我们可能都有一些意见之后 他们做出调整之后 现在风确实小了很多 基本没什么风 然后球又很慢 所以多拍会比较多 然后对于体力的消耗可能就会比较大 对你算是你觉得对你的打法优势吗 还是这种情况 我觉得也不是说优不优势吧 我觉得每个就是如果想要成为一个优秀运动员 就是什么样的场地 什么样的球速都要 都要起码要去适应的好吧 对 我觉得不管是有风还是没风还是球慢 我觉得自己都需要尽快去调整 然后准备 就针对不同的问题 就是做出准备吧 对 明天在半决赛 对自己的状况还有信心 觉得满意吗 我觉得还需要做得更好 因为像今天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失误 然后会有一些犯错吧 还需要再去调整一下 对 好 谢谢 你的答案讲到四场好 哈哈哈 哈哈哈哈